柯文哲的夫人陳佩琪 是不是也即將要進到土城 是不是要跟他的先生 實質上的真的更加接近 今天是整個偵辦最新的狀況 他是不是到底有涉及洗錢 不過我們看到現在 北檢的正方動作越來越多 柯文哲約完之後 柯文哲前一天跟後一天 都看到誰 看到沈靜欣 兩度 而且這個時間密度這麼高 然後沈靜欣第一次的時候 坐著輪椅進去 走著出來 然後今天又進去了 進去被拍到說他的腿 綁了一個東西 看起來到底是什麼 是尿袋嗎 我們等一下請裕豐跟我們解答 到底有沒有可能被策動 轉為污點證人 但是上次裕豐有告訴大家 污點證人其實不會那麼多個 現在聽說要當 彭政生也要當 之前我們講說 印小威也有可能是污點證人 到底哪一個人 獲得轉成污點證人 北檢對於這些 所謂外界的猜測都不予證實 然後印小威下午就出現了 他一出現的時候 因為完全素顏 然後穿壞外套又長褲 很多人很少看到他這個樣子 那他的助理 涉案很大的吳順明 他到現在都沒有被提訊 那為什麼只有他們兩個密集的提 還沒有提到這個吳順明 一樣待會兒請教裕豐 那現在陳佩奇的部分 他到底有沒有涉及 以前週刊有一大堆 一大篇的一個爆料 但我們特別提醒大家 陳佩奇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被在第二度的 還是第二人 對 所以目前看起來 涉案好像沒有像週刊 講得這麼精彩 2020年3月10號 柯文哲跟印小威這個便當會 當天開始連續好幾天 到3月14號 陳佩奇都用ATM存現金 存到他的三名的兒女名下 後來到了2023年9月30號 金華城的容積率在2022年 確定為840%之後 柯文哲獨自跑到桃豬影員 跟沈靜青唱KTV 然後到2023年10月11號 柯文哲到美國傳出來 奇怪 怎麼去完桃豬影員的隔天 你就手機就不見了 而且不見的過程 非常非常的離奇 我們到第二部分會來講說 他手機怎麼會掉得這麼奇葩 但是在2023年的10月 到2024年的5月 陳佩奇多次超過了40次 金額462萬元 存到了他三名的兒女的名下 吳靜宇還特別爆料 我們剛剛講到便當會的那一天 陳佩奇會的書金額是157萬 然後大家一聽到157 阿伯的智商不就是157嗎 你是在考驗人民的智商嗎 所以你故意第一筆用157嗎 還有包括我們剛剛講到 週刊的爆料裡面 後來累積起來總共有60次 金額是619萬 然後多一個9000塊 存到了自己跟三名子女的帳戶 如果是這樣 你到底有沒有涉及洗錢 週刊就高度的質疑 以及之前還講首尾錢 稿費 還有選舉的結餘款 現在有人講說 他其實四度翻供 一下說是稿費 一下說演講費 然後一下說是捐的選舉經費 還有小孩過年的押稅錢 媽媽帳戶裡面的錢 說法一變再變 覺得陳佩琪沒有老師 甚至有人講說 你怎麼可以把選舉的經費 也拿來存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違反了政治獻金法 你會辜負小草的這一些美意 所以最新案情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請教玉峰 好 我們先來講 今天來說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沈信經 那時候他第一次去提訓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怎麼坐輪椅出去 坐輪椅進去 然後出來的時候好像見步如飛 但其實我覺得應該是他的律師 有告訴他大家有這個疑慮 所以今天你看 他進去的時候坐輪椅 出來也坐輪椅 然後還疑似有尿袋 尿袋我覺得很多人 我要問一個問題 他第一次的時候 為什麼走出來用走的 因為有兩派說法 有一派說法 轉為汙點證了 北檢跟他說打一舊鼓你放心 所以他很開心的 就用走的走出去 忘了要坐輪椅 但也有人說 可能因為沈信經老江湖 看完了北檢他問的問題說 你們知道的太少了 所以他很放心的 一開心就忘了要坐輪椅 走出去 是哪一種 我覺得這兩種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但是你看他現在第二次來講的話 他坐了輪椅進去 坐輪椅出來 然後尿袋這個也放上去 第一次沒尿袋 怎麼可能他身體狀況 在兩天會變化這麼大 這是一個起手式 就是要要求交保 身體狀況來講 因為他的年紀是非常非常的長 所以如果他的身體狀況 是這樣子的話 再加上如果他有適當的交代的話 是有機會來拚交保的 尿袋是幾乎是尿失禁的 這麼嚴重 其實你用尿袋是非常嚴重的 對 因為他真的有慢性病 所以他當初入所的時候 已經有跟索房講說 他有這些狀況了 所以他用這個方式來起手是 我覺得要拚交保 你拚交保的話 並不是說你真的是身體狀況 因為他在抗告的時候 其實就跟他講了 你的身體不算是重病 所以他現在要慢慢的一個堆疊 那易小薇也去了 其實易小薇跟他 還有彭正森來講的話 三個只能選一個 所以現在大家來講 大家就是要拚了 因為你現在不只是 你三個人之內 你大家互相來拚 其實另外來說 陳佩琪 他們三個人互咬 然後拚看誰可以當到污點陣人 對 但是他們三個互咬 是不夠力的 他們就是要咬柯文哲 可是他們現在還有一個 潛在的對手是誰 就是陳佩琪 你知道嗎 因為陳佩琪 已經變成他的一個對手了 陳佩琪跟柯文哲 兩個在這個犯案過程當中 我們講說無罪推論原則 但是檢察官在查他的 這個犯案的時間的時候 你說ATM去存錢 因為他們真的 太沒有犯罪經驗了 所以他們以為說 ATM存錢不會被抓到 但其實你ATM去存的時候 後台的櫃台都知道 你在幹什麼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話 他的犯罪主體 一定要是公務人員 剛好陳佩琪 他是聯姻的醫生 他是公務人員 柯文哲主席在那個時候 也是台北市政府 然後你這樣看 這也是公務人員 這樣子的話 你們兩個只能出一個 如果他們真的 家裡決定好說 到底是要出誰的話 其實佩琪的一個證據的筆錄 是非常非常具有證據力的 大家講一件事情 為什麼叫適度翻供 你知道嗎 你沒有去做過筆錄 你不知道 筆錄上面的第一個原則 就是說你製作筆錄的時候 不能增減三 什麼意思 你不能講一講說 不好意思 首長 我剛才講錯了 我要倒退如 剛剛講的三調 這樣不行 不行 沒關係 你要增減 你就這裡說 如果我說我記憶力不好 因為你問我之前的事情 我可能想到是A 後來想不對 應該是B 可能是C 我最後確定是D 可以這樣嗎 1807州長謝耀州表示 因為時間久遠 所以他記憶模糊 1808表示 他應該是怎樣 他會把你所有的 都給弄下來 客觀的記載 你前面講什麼 以及你後面怎麼改變 對 沒有那種倒退入的 沒有倒退見的 你的判斷以陳佩琪的習性 他到底適度翻供 是因為真的片段是記憶起來 還是他有策略性的應用 他完全是沒有策略性 他就是犯罪知識不足 所以當檢察官問他第一個的時候 可能第一筆的時候 他說那是稿費 第二筆 第三筆 不行 那個金額太多了 那個是演講費 第三 第四筆下去的時候 這個問訊是這樣的 他不是一次給你看完 然後你好好的來說明 他是一問一答的 所以應該就是 佩琪被檢察官給完了 完了之後筆錄做下來了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你只要看陳佩琪什麼時候 再去北檢 不要忘了 他在北檢有一份拒絕的筆錄 已經在檢察官面前拒絕了 所以他隨時可以轉被告 然後他轉被告的時候 必須要在他面前 宣示三項權利給他 你可以保持締默 你可以調查你有利的證據 你可以申請辯護人 因為他之前去的時候 為什麼是證人 因為證人不能請律師 如果他旁邊坐了一個大律師 檢察官這樣問的時候 大律師就會出來擋了 檢察官 你要是有什麼帳戶 我們要不要一起統一來看 他就是被完了 我第二次再找他 再以證人身分 然後問更犀利的 他可能講出更多 可能對他不利的訊息 其實第一次就夠了 如果再去的話 可能當庭就轉成被告了 要問一個大白話 以目前看起來 這個佩奇跟他在土城 兩個人一起進土城的機率如何 如果佩奇猛一點 我們家就有錢 我們家就是有錢 我不知道這些錢 我們就有錢 這個不符合其他要件 阿伯說他也不知道錢怎麼來的 陳佩奇也要說他不知道怎麼錢怎麼來 因為柯文哲他後面還有其他案件 所以你這些東西有人在咬他 他是動不了的 你講這句話 如果今天陳佩奇猛一點 簡作 我就是很有錢 我也忘了 當然他不能夠用這種方法 一般人可以說 我就是前一天去賭場 你要講到的不行嗎 這個東西雖然你覺得這個 顯不相信 顯不可相信 但是你這樣講的話 簡作也拿你沒辦法 所以你要拚的話 你就要拚這個 你越去解釋的話 其實你就會掉入那個泥漏裡面 你根本就繞不出來 然後他先生現在在土城 其實陳佩奇的證詞 非常非常的關鍵 好 我們剛剛講到柯P阿伯 去年訪美的時候手機掉了 本來就想說手機掉就掉了 有什麼好做文章的 結果細舊那個過程之後 怎麼聽怎麼怪 我們到海關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海關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盤子來了 拖盤一來 全身裝的東西 金屬 手機 護照 都要放在這個拖盤裡面 柯P把這手機放在拖盤之後 安檢去開始嗶嗶這樣子 出來之後發現那個拖盤裡面 他的手機不見了 他何許人也 他不是路人甲 貴為一個重要的政黨黨主席的手機 在美國的海關 怎麼會突然一個轉盤就不見了 所以現在有各種謠言是誰偷了這個手機 以及在海關的時候都有監視器 可以明目沾檔的偷的有幾個 是你後面的人嗎 可是你們隨行那麼多人 都沒有人注意嗎 以及為什麼不報案 現在很奇怪 主席的手機何等重要 黃國昌自己都講過了 他跟主席手機裡面 有很多重要的簡訊 所以一度有傳出來說 他們是不是有在刪這些簡訊 不希望讓人家知道太多 他們擋務政務的這些運作 那為什麼這麼重要的東西 柯文哲的手機 不是路人甲的手機 怎麼遺失的方式也很離奇 你也沒有去報案 也沒有想辦法要把它追回來 還說你排隊的時候 突然遭到插隊 柯文哲事後接受訪問的時候 態度很輕鬆 說還好 我沒有什麼私密照片 有不雅的影片都沒有 所以其實我有自信 裡面沒有什麼 帶一救股沒問題 但是大家看現在很多人開始細挖 陳碧琦在今年1月6號的時候 臉書有講說 因為那個時候在草藍白河 投票的倒數幾天 他出玄關的時候 柯文哲跟他講 柯柯柯 我一點懷疑是不是侯友誼 不然是朱立倫 不然是馬英九 就叉叉叉打手機好幾次給他 新的舊的都打了 我已經不想接了 被騙一次就不會再上第二次當了 那顯然在講國民黨 不知道是講哪一個人 然後他想阿伯這麼多手機 新的 舊的 你不是才剛丟嗎 丟的為什麼還有舊的 那根據媒體報導說 他的阿伯手機裡面 有很多很重要的 包括黨務資料 不分區立委面試名單 私人通訊記錄等等 雲端這些還有備份 通通把它刪除了 但民眾黨說這一些傳聞 大家不要隨便去連連看 那鍾小平今天又加碼爆料 說柯文哲去桃篪影員 本來說第一次 而且是選後 慰勞他 後來又說有一次選前 現在加碼 所以第三次 在執照過與不過的時候的一次 過與不過這時間點 講得就有點籠統了 再請教楊明 我們先強調一個 這個訊息是不實的 那個吳靜宜那個標題是不實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看了週刊報導 上面 上面吳靜宜那個 他說一天存157萬 那個是 來看一下那個時間點 是2020年3月10號到4月14 不是3月14 是4月14 4月14 是一個多月 一段時間 對 是這一段時間 總共存了157萬 這是週刊的報導 到底是不是不知道 這是週刊報導的內容 吳靜宜轉述還轉錯了 他看錯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他講清楚 他連週刊的報導 都沒有看清楚 當然手機掉的這件事情 我必須說第一個 如果那個時候柯文就知道 要滅金華城的證的話 現在還會被壓進看守所嗎 提前八九個月滅證這樣 你還會有那個USB水聲碟嗎 對不對 如果他早就知道 現在你要抓他很困難 但是當時有一個謠言說 是美國人偷了他的手機 我今天特別還去問了 隨行有跟他一起去美國人 他說如果那是假的 如果手機掉的是假的 柯P真的演得很真實 他說他們所有人都在打LINE 都在聯絡說 那支手機到底在哪 每個人都在幫忙聯絡 但是像這個我覺得佩琪 佩琪姐她講的這一個 什麼新的舊的 有時候我們講手機 她那個意思 剛才是講手機號碼 是號碼 因為柯文哲 可能會有兩三個門號 是有可能的 因為比如說他以前 台大醫院可能就有一個 對 因為同一個號碼 不可能在兩支手機 現在有一些手機可以一次放兩個號碼 但是有些他可能 比如說我以前台大醫院 有一支手機 或者是後來我到台北市政府 我再辦了一支手機 因為什麼 因為我要讓特定的人來聯絡我 所以我有特定的手機 所以這個是門號 所以樣態有很多種 這個應該是講門號 楊敏我還是到位去海關那個 那你怎麼看 因為我們一般人對海關 托盤在檢查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很 大家都很規矩 怎麼可能會有人去托他的手機 而且他也沒有去追 對 在去年他手機遺失 很多人就把他引導到 是不是有什麼特務 或怎麼樣 想要去刺探他的選務的狀況 不管怎麼樣 他是遺失手機這件事情 在當時也都報導了 我覺得比較好奇的是說 第一個 因為他當時沒有公職身分 他也不是 你知道他也還沒登記 成為總統候選人 他沒有特殊禮遇 他就是一個叫做 中華民國的在野黨主席 這樣的一個身分 所以你到國外 也沒有必要給他什麼 特殊通關 沒有 所以他就是照著一般的 這樣登記的程序去做 所以發生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就算是一般人 也很少在海關 托盤的程序 所以那時候的傳言是說 他是被鎖定的 是有人特別去盯著他 可能跟在他後面或怎麼樣 然後就把鎖定帶著 那你們的判斷 哪一個陣營會鎖定他嗎 有可能是所謂的情報機關 你說台灣的情報機關 不一定 各種可能的情報機關 也有可能是對岸 也有可能是美國 因為什麼 因為他的手機裡面 搞不好有一些很重要的情報 或者是各式各樣 當然那個時候陰謀論很多 可是現在因為金華塵案 再去扯到他的手機儀式 我是覺得這個有一點 就連過頭了 為什麼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了 如果今天他金華塵案要滅政 是用去年去美國 就把手機滅掉的話 那他滅得還真不乾淨 就有太多的瑕疵 太多的漏洞了 那我只能說柯文哲的智商157 真的還是不行 還是不太行 那搞到他現在還得要是擠壓 那陶珠穎言的部分您怎麼看 陶珠穎言當然今天週刊是報導說 去年的9月30號 大家要記得去年10月中 柯文哲從美國回來 開始藍白兩黨進行所謂的 黃珊珊對金普聰的合作會議談判 然後11月開始說要不要民調 所以等於是柯文哲從美國回來之後 啟動了藍白和的 這個所謂的磋商 而9月30號 這個是週刊的報導說 9月30號他就在桃珠穎言 跟沈慶晶碰面 而這個訊息其實在前一段時間 就是傳出桃珠穎言 那個慰繞唱歌的 那個選後的事件的時候 其實就有在這個所謂的名嘴圈 在輿論圈 在台北政壇 就已經在傳了 而只是說柯文哲沒有辦法證實 因為他的人在 已經在裡面 對 在裡面 他沒有辦法被證實 現在是週刊直接 這個應該是檢調查出來的 相關的一些行程把它查出來 不管怎麼樣 我聽他們講是檢方 去對他的手機訊號 有在桃珠穎言出現的 就一次 兩次 三次這樣 對 當然我覺得 關鍵還是在於說 他跟沈慶晶的互動往來交情 絕對超過我們一般的想像 這個我覺得毫無疑問 就是說他不只選後去 選前也有去的話 那就表示兩個人的互動 他不是一般的 已經是特殊關係 而且他不是在 譬如說如果今天是在餐廳 或是在一般的 你在市政府 柯文哲已經講一句話 他說財團要見面來市政府 我給他吃50塊的便當 怎麼現在變成是在 人家財團的招待所 所以我說這個對柯文哲 確實會造成攻擊力傷害 我們要看到 請教玉峰 因為現在很多的角色 這幾天密集的登場 檢方是有壓力了嗎 我們看到彭政生 也想要轉污點證人 現在又多了好多 新的角色被約談 有當時都發局的 原姓的副總工程師 他也去 聽說他是彭政生的下屬 以及邵秀沛 現在傳出來說他認了 他認為確實有這個 變形擴大精華層容積獎力 用的詞也很特別 變形擴大 說穿了就是他也覺得違法 但是他又這個 當時他的角色是提出 很多的這些特殊的 這些方案裡面協助他 所以他角色也被質疑 所以當時很多議員就說 你這樣可能突利的方面 遲早會出問題 還有包括現在是 高雄市的副市長林清榮 當時他是副市長 他也當過都委會的主席 他也被人家 早上今天也被約談了 然後最新的最新的 前台北市的副秘書長李德權 他當時其實是對於 這個精華層 司法性是有提出疑慮的 他今天也被約了 所以可以看出來 檢方這個緊鑼密鼓了 約了很多這些相關人等 你怎麼看 其實來講的話 林清榮的部分 大家不要忘了 精華廣場他一路的是 像變形金剛一樣 他不是直接到840 他是先到560 然後往上慢慢上去 那林清榮的部分 其實他被問的應該是他前端 前端那一塊到底有沒有問題 那林清榮的部分 其實要對比的是李德權 那個時候其實很多人 在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難道真的是柯市府 就是幫審信金一路護航嗎 裡面有沒有人 持反對意見 李德權就是持反對意見 所以那個時候發現說 怎麼只要給他過的 都是誰去開PM 就是給彭政生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他檢方要調查的東西 就是我要找一個對比 當初有沒有這些聲音 還有李德權後面是誰 後面是法治局 法治局其實一直以來 就是反對的 你哪有我們跟人家打官司 我們贏了 然後我們要去退讓的 他們簽出來的公文都是這樣子 我們不需要跟他和解 我們要跟他和解 然後最後真的 法院判決下來贏了 然後一路退讓 其實檢調要鞏固的證據 就是把這一條的意見 然後這些簽成上去 你一個一個被打掉 到底是怎樣打掉的 就是把這地方鞏固好 可是其實你看這個案子來講的話 這兩天非常緊鑼密鼓的 把這東西處理完之後 我看到的是大概差不多了 大概差不多了 我覺得在這個案子裡面來講的話 北檢大概鞏固的差不多了 應該要關心的是 你說差不多是指金流 他鞏固的差不多 還是他土地的部分 他鞏固的差不多 都差不多了 金華城都差不多了 以北檢那麼厲害的一個單位 中組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看 大概下禮拜開始 其他的案子 台資光那些應該要開始動了 要開始動了 所以按照你的專業 這個金流應該是有了 對 應該是有一部分的金流 然後這些部分的金流 用金華城的案子 是解答不出來的 所以大概你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因為已經找到承辦了 其實邵修沛來講的話 他已經是獨委會的一個秘書了 他已經算是直密了 他已經是最後最後的 如果你真的把邵修沛給突破之後 副總工程師那邊突破之後 其實很多證據都已經出來了 尤其是這些公務人員 他會為了你柯文哲去說謊嗎 不會 最近有沒有聽到一個消息 這些公文不是發交叉而已 這些公文是遲批 什麼叫遲批 遲批就是說我公文不是 公文的運輸系統 交給秘書轉上去的 是我拿著 不 市長現場批 有問題現場問 我親眼看你批 對 然後為什麼要現場問 第一個事態重大 通常是在緊急的災難 第二個就是市長非常關心的 所以如果磁闢這些東西 檢察官也問到的話 不好意思 這部分來講 可能公務人員 也把對方給咬死了 所以整個回頭來看 計畫程差不多了 大概下禮拜開始 我們要談的 就是他的其他的案子 因為其他案子 才有辦法把這個金流 把他給整個拉出來 大家好 我是謝亞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 好嗎